恩 因為它是冷凍的 尤其是綠色的那個豆 我超級不喜歡的 萬沒有的東西 如果世界上只加食跟三色豆 我應該會選擇吃 有人說三色豆是世界上 最不該存在的食物 不過蔡總統前幾天在Podcast上說 自己很愛吃三色豆 引起大家討論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 便當界最討人厭的配菜呢 我們現在就實際上街 訪問看看 我覺得那是不能存在的東西啊 就是非常的難吃 你知道它很營養嗎 那有營養嗎 對 那都不能吃了 為什麼會有營養呢 不喜歡 因為它是冷凍的 所以它脫水的狀況比較嚴重 所以即便是在把它重新再加熱之後 我覺得還是會吃起來有點乾乾的 尤其是綠色的那個豆 我超級不喜歡的 我是都喜歡吃飯 那有菜我就吃 你在煮出來很辛苦 然後我還要吃一下 不然人家就說 你煮這麼辛苦你都不吃 我會把它吃完 接著就看 你看52歲 然後65公斤左右 萬惡的東西 不該被存在的 如果世界上只加10跟3色豆 我應該會選擇吃 還是3色豆好了 不好意思 實在太難吃了 學餐的時候啊 就那個午休學餐 噁到不行 說張話會不會怎樣 小學3年級的時候 然後我去抬學餐 打開學餐喔 然後只有一個雞腿 然後裡面叫做2份 現在是3色豆 2份3色豆 然後炒一個不知道什麼 紅蘿蔔 OMG 3色豆已經有蘿蔔了 然後還炒一個超大塊的蘿蔔 那整份大家都沒有吃 然後我看到有人吃3色豆 我覺得哇 真的是 他應該是上帝吧 我是都喜歡吃飯 那有菜我就吃 還可以接受 可是應該不會自己買來吃 就是如果便當裡面付的話 會吃掉 因為我們還是習慣吃 比較新鮮的蔬果 那個是 就是冷凍 其實他水分都會 還是會跟新鮮的 新鮮的口感不一樣 青椒 紅色茄子還好 三色豆 比較討厭一點 咖哩吧 因為有時候咖哩 真的是一個吸到不行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能稱為咖哩的東西 這個討厭就買上樹很乾 我不喜歡茄子 就是很噁心 就是軟軟的那種 我什麼都吃沒有不喜歡 咖哩吧 因為我覺得咖哩味道超淡的 就不太適合 就是配飯沒什麼味道 有些會加那個 醃蘿蔔 那個鹹鹹的那個 那個我就不太喜歡吃 那個好像就是 漂白水吧 還是什麼的 用漂白水去做的 然後讓它做起來看起來脆脆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 火鍋有三個東西 芋頭 南瓜 紅蘿蔔 WTF 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真的是沒辦法接受 可是他啊 你去叫他 然後我老婆 然後他會把芋頭煮到爛掉 然後去吃 我就WTF 哇那個口感 芋頭就知道煮得爛才好吃 那你也可以接受三色豆嗎 不行 好噁喔 香菜吧 那可以叫香嗎 那叫臭菜 我跟你講 火鍋裡面絕對不能有芋頭 它會讓你的湯變成哥哥 就是坎坎的那種狀態 那你吃火鍋又吃火鍋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我就不喜歡